你赢得的 因为你才是这家公司 真正的小丑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 你说万一 你说万一啊 如果安东尼她忽悠我们 那怎么办 你害怕 怕 我可能还真的有一点怕 利用陈开怡的众筹 然后让她变得更悲情 让这个众筹变得值钱 然后盛装品牌在台面上的收购价 也会变得值钱 这一点我是认的 但是 瞒着法方 搞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 在你一份法方的授权合同 然后把盛装给卖了 就算安东尼说只要收百分之十五的钱 但万一 她翻脸不认忍了怎么办呢 她不会 我认识她很多年 我熟悉她的为人 我不熟啊 所以你相信我就行了 但是让我注册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 当法人 法人 法人我懂啊 就是一个公司万一出什么事 我的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到底 你还是不相信我 要不然这样 您当法人 我们两个合伙我胆子小 你别把所有的责任 都压在我的身上好不好 如果责任都要我扛 你凭什么挣这个钱 是 江总 我是您的搭档 不是您的武器 我不是乔治 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 任何的机会把我逼到电台上去的 那都说了是搭档了 你应该相信我 而且我们都说好了 利益五五分 刨去给安东尼的百分之十五 咱们两个人至少每个人分一千万 甚至更多 你连风险都不愿意冒 我想请问你 您有什么资格挣这个钱 江总 你可能是误会我了 我鲁冰冰看似 是掉在钱眼里的人 但是相比钱有一样东西 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的命啊 我 乔治理想主义 你让他幻灭 陈开宜英雄主义 你让他变成图腾想套现 可是你永远 更没有办法算计我这样的一个利己主义者 因为你永远开不出一个价钱 能高于我的命 那我只能表示很遗憾 因为你错过了一个 原本不属于你 但是有可能属于你的 一个挣大钱的机会 对 在我看来有两件事情 影响了你的想法 第一 你还以为可以做好盛装 自从你跟颜凯的对话当中 就可以知道 你还在妄想去挽救一本 无法挽救的杂志 你把主编的虚名 看得比真金白银还重要得多 第二 不要说什么利己主义 千万不要许那些文化人乱拽词 你不是 你那叫懦弱 你懦弱到整间杂志社的人都瞧不起你 你理直主编没有人欢迎 你吓得没道指令 没有人响应 在所有人眼里 你就是一个懦弱自卑 每天戴着一个帽子的小丑 说到帽子 他们也只不过是你用来 遮掩你的懦弱跟自卑的道具 你知道吗 你永远不会成功 因为 你不受任何人尊重 激将法 我真的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最后居然是激将法 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 存在那么大的分歧 为什么我从骨子里的 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你 因为你对这本杂志 真的 一点感情都没有 一点点 都没有 你说这个帽子啊 是掩盖懦弱和自卑的道具吗 那我把它送给你 不用谢了 你应得的 因为你才是这家公司 真正的小丑 真正的小丑 对 没有 我只能认识 你说的 你也不想不信 这么多 你也不想不信